举办了媒体春酒回顾过去一年的表现 董事长蔡青年表示很满意 而且预期在去年启动的登陆投资计划 可以在今年开花结果 另外蔡青年也表示 在全球经济环境好转的带动之下 今年国内的景气也渴望从谷底反弹 举起红酒杯一口干了 董事长蔡青年总经理周博焦 副总经理许登耀 吴英等一级主管排排站 第一金控举办媒体春酒 蔡青年心情大好有问必答 不论是全球景气还是公司营运 蔡青年都抱持乐观态度 至于市场传出 公股银行整并第一案 将由赵峰金并第一金控 对此蔡青年提出看法 现在有一些想法 说明他们这个行政体系内 还在自己在想怎么想法 这个又不是第一次有这个issue 这个其实某个现象 国内的金融环境 你说说诊病我又不觉得说不对 怎么诊病就要看 到底你的目的做什么目的 讲要合并 一个是讲说要有忠效 就大家会提的 要有忠效 一个就是规模要扩大 到底要不要两个都要兼变 蔡青年强调 只要能发挥忠效 对诊病依然抱有兴趣 而在去年第四季启动 第四波登陆投资计划 蔡青年预期 渴望在今年开花结果 包括分行 制行 租人都将有新据点开业 也显示第一金 积极加快海外投资布局 扩大营运规模 分享的关于台北